那好啦,看得到,放了一盒漫漫Jacky在這裏 那都猜得到未來今日想和大家玩的就是這隻 由漫代再返出的,都不算漫漫,算迫拍的漫漫Jacky 那這盒東西呢,老實說我會買它其實是或多或少是一個 類似是愛,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買UC系列,我第一隻買的也是Jacky 那近期就趁著很多粒漫漫再版,基本上每隻都買 那更加之想儲齊了十兄弟 那開箱就是這麼多東西了,那我先拿出來 那Q屎成色是比前幾代出的那幾隻都相對好少少少 質量 那都全部倒出來 那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逐樣逐樣看 首先就是這隻長矛 那長矛它是有兩隻的,一隻是未變形之前 一隻是變形之後 那在劇中這個可以當長矛 飛插來拋矛的形式去插怪獸 那在劇中呢Jacky屬於百寶袋來的 即是甚麼武器都會變出來的 那一隻替換手額和一個紅色指示燈 那一條阿姆利斯光線,這條光線有點幼 那這個就沒有銀河,那麼難換銀河 那我要把手和光線拆掉才能換到手 這個就不用 那還有一個八分光鱗 那八分光鱗是透明件來的,即是守得實色 那還有一支類似拳杖的物體 那它所有武器都是奧特之王比的 那就是手型吧 手型該有的都有 不該有的它就不會多給你的 反正就 那你們是最便的手型 那我們來看看本體 本體方面它的防移色指是做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放進去吧 把防移色指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首先頭部吧 那這隻側面的側面都是比較差的 大家看看抹都抹不掉的 但是玩到它真骨雕出的時候 換代其實剛剛好 那我也不計較 就是告訴大家 晚代做假面呢 可以說是用心來做 做超人呢 可以說是用腳來做 就是這樣的質量 然後到胸口 然後到腰部 然後到腰部 還有屁股 然後到腳 膝蓋高 然後到腳跟 那這一隻Jacky就鬆緊的 OK 不鬆這隻 居然沒有之前 艾絲啊 Leo啊 泰龍那樣鬆 飄飄 那我們來看看可動 頭部那邊吧 那一般奧特曼的頭部 都是動它這個位的 它上面這個位其實可動性有點差 但是可以做到抬頭 方便它放那個什麼 這個姿勢 就是飛行這個姿勢 好像很幼稚 好像很幼稚 那我們來看看腰部 就是這個胸口這個可動先 好 左右力是可以的 但是幅度有點差 這個位 因為這個位呢 它是造型問題 太實了 我不是很敢轉 手那邊吧 90度是標準幼的 應該說最盡都是90度 因為它 看到 它是上面這個關節做得比較大 下面做得比較小 所以下面其實這個可動性有點差 這樣的可動性已經是最盡的 但是我覺得已經夠用了 那這裡是蝴蝶裝 那到腳 腳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2.0素體的腳 但是你要做些什麼 流氓蹲的姿勢 就基本上有點難 基本上是這樣 換手型方面 這邊呢 就 都是老生常談的了 我們就不看這邊的手 看這邊 為什麼要看這邊呢 這邊可以拔這隻手 拔這塊東西 拔了這個 就換這個 它應該是沒有分前後左右 直接拔下去 直接拔下去就可以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 再裝回手 但是這裡好像還沒得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位置 令得不對 那不管它先 那這些位置 換手的方面 那 SHF就很少會扭得斷 除非你真的 很暴力 很暴力 暴力到離譜 那種形式就會斷 它有拿這些 手型 比你拿武器 那我覺得其實都OK 真的 這裡有些 好像 不是有分左右 我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分 很奇怪 有些 很奇怪 行了 但是應該是有條 縫在這裡 這個位置 那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反正這些東西 那我還有一個白分光 給你們看 這隻JACKY的質量OK 我個人覺得 比 IC和LEO都好 LEO呢 差在哪裏 一個七面問題 就是 銀色有 花 或者有 上七不均勻 我之前買了三隻 才選擇一隻 勉強可以 IC呢 就是腳鬆 太郎呢 就是腳軟 還有手關節 還有那些 外表有花痕 那 這隻 外表有少少七面問題 但是 可以接受 不算 中獎中到 一開盒斷 那種誇張 那 好了 基本上 就JACKY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